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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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王美霜 是河北渭下 河北渭村的 我是一个中面导户 王美爽家里的棉田 主要是由他负责管理 以前他花在地里的时间很多 繁忙的劳动 使他感到疲累 家是以传统棉花为技术 始终在这个 李亚康特的李亚康的棉花 管理技术公司培训以后 都按照这个 培训的反方 技术指导进行管理 效益有所提高 2017年 加入良好棉花项目以后 他非常积极的参加培训 跟专家学习科学管理技术 并请专家到自己的示范田 进行田间指导 先我们种棉花都是传统的棉花种植 密度交道 一目的就是五六千颗 从联航棉花管理技术 给我们指导 我们就横距交道 一个目的是三千五百颗 把棉花质量都上去了 不烙烫不烙烫 三个我们当院方面 也得到了一些效益 当低度高校农养 那又得到了四个反护措施 戴口罩 戴帽子 戴手套 有比较拿串 三个我们在吃花方面 从前什么也没注意到 有纤维点或者是头发 从参加零号棉花技术培训以后 我们戴上帽子 吃上棉不大 棉花的质量都也上去了 三个我们懂得吃花的周期性 一般都是一周七八天试一遍 效益花的质量都有所提高 这个花边是炸药虫的 炸上花边以后 天外的药虫就炸到花边上了 这个笔面上 这个药虫烙到这个面上 这个面上的药虫就笔面加烧 加烧以后了 就加烧咱们的这个大药 除了自己学习应用 王美爽还喜欢与别人交流分享 带动大家一起参与 他在2019年 成为村里的田间指导员 我们村是2017年 他就加入了这个 练好的棉花项目的 从前是我丈夫 就当这个田间指导员了 有些项目他工作挺慢 我就绑着他 给他方方私了 找些领餐 田间服务局 一些事物都是由我们聊吧 从今年开始 我就正式 2019年正式加入了这个田间指导员 因为我是一个开朗 安逸和群众交道的一个人 所以我愿意参加这个田间指导员 参加田间指导员会议 我们叫个队伍来 我也信的 叫他们都上他这队伍来培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团 中文字幕了启同 一ions 世界上座 前面 西里